近年来,随着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,ESG投资也同样受到了投资人的更多关注。 那么,ESG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?又为什么值得我们投资人花费心力去研究呢?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其实,回顾最近很多资本市场的变化,有一个存在了很久,但又隐约地成为了很多问题的答案的投资策略,那就是ESG投资。 首先,什么是ESG投资? E代表的是Environmental,环境。 S代表的是Social,社会。 G的意思是Governance,也就是公司治理。 那合在一起,就是找到那些更注重环境保护,有社会责任感,以及更好的公司治理能力的企业,作为投资标的。 为什么我们要将这些因素,作为我们未来投资选果的重要考量呢? 首先,是把ESG评级,作为我们选择股票的重要参考因素,可以帮助我们很容易地晒到一大批有潜在风险的公司。 因为在未来,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,非常可能受到监管的打压和关注。 公司也将会因此产生大量的相关成本,比如购买碳排放权,甚至是缴纳罚款。 而没有社会责任感,公司治理能力不好的企业更是很难有更长的公司寿命。 出现问题是大概率事件。 其次是,仅仅看股价的表现而言,ESG评级高的企业通常也有更好的股价表现,优势也在近年来不断扩大。 这除了抓住ESG这个投资逻辑能够规避很多风险外,也是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专门投资ESG领域的基金。 这些专业机构会将ESG作为选股的基础标准,这使得借入这一领域的资金越来越多,股价也因此得以抬升。 另一方面,ESG本身也正在催生着一大批企业为这个事业或者发展方向服务,其中不乏一些企业未来可能成为这一领域的巨头。 首先最直观的当然就是环保相关的领域了。 联合国推动的世界将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计划,目前欧美东亚这些主流经济体大多都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和时间表。 那对于减少碳排放不管怎么变外乎两个方向,一是开源,就是增加清洁能源的供应,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来取代现在的化石能源。 因此,光伏、风能、电能的机组,未来的氢能源等等,都将涌现大量的投资机会。 另一个方向就是节流,比如正在取代燃油车的电动车,比如用碳排放量相对较低的天然气取代煤炭,这也是在清洁能源能够大规模取代化石能源以前,短期内最好也是最现实的解决方案。 简单总结就是,目前的市场环境中,ESG投资既有内部的动力也有外部的压力,那我们普通的投资者也将这些因素作为选国的重要参考,而不是仅仅看财务表现的时候,也将更容易做出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投资决策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,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 在心里的朋友,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,02-9188-0418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,并关注我们的频道,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